接下來我們來依照前面的做法 我們來建一個20G 然後我們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 這台實體機上面的 實體機上面我們有新增一台虛擬機器 這台虛擬機器它本身放的位置是在我們的C槽 在我們的本機的路徑底下 對不對 那我們既然有Storage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檔案丟到Storage 網路上的某個磁碟上面 這樣才會比較安全 那這樣安全意思是什麼 網路斷掉了 對不對那就沒有辦法 對不對 那個條件來我們講說我們會把它弄得比較好一點 你說Storage壞掉基本上機率會比較低一點 當然會不會壞還是會 但是你主機壞掉的話 我們是不是當主機壞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馬上再把它救回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沒有做 副本伺服器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可以把它上去 因為檔案還存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怎麼把這個C槽的這個VHDX 丟到我們的網路上 的一個Storage上面 再來呢現在這邊呢 我們剛剛已經練習過 怎麼去在3Dpart裡面新增一個 我們的一個Virtual Valence 現在呢 我們再來新增一個 好一樣 點選我們的Virtual Valence裡面呢 按右鍵 Create一個新的 好我再把它拉過來 好一樣按下一步 這邊呢 一樣呢 我們來給那個名稱 我一樣是座號 各位用座號來區分 LUNH2 那大家的名稱不會一樣 都用你的座號來區分 再來呢 我們要這邊呢 選擇 我們要用的是 20G 要放在什麼位置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而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底下這個不要去勾 不要去選 這裡不要勾 不要選 好這樣就轉 已經完成了 按下下一步 好按下完成 我們就新增了一個20G的 在這裡 好新增完之後呢 我要把Export給 哪一台機器 可以用 那台機器就哪一個IQN 這邊呢 按右鍵 針對你那個LUN按右鍵 做一個Export 匯出 揮出 揮出之後呢 我們要選擇 下一步 好選擇我們的這個 第二顆 對不對 第二顆 裡面給這台機器 這一個LUN呢 剛剛是不是 還記得嗎 對不對 喔 那你現在呢 不知道是哪一個號碼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打個AUTO 好那 有很多的機器 它沒有AUTO的功能 你就要自己去記 哪一個是1 哪一個是0 1234 當你鍵很多的LUN的設定 就自己去記 當然要先去查詢才看得到 好這邊按下 有AUTO就用AUTO 好按下下一步 好按Finish完成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LUN2 好的一個 設定 好 設定完之後呢 Storage做完之後呢 表示可以 已經鍵好了對不對 我們也指定了某一台電腦可以連了 對不對 IQN已經做好了 我們呢 現在把它縮小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這台主機 實體機上面 這台SERV-1 我們是模擬實體機器 對不對 我們是用操縱的方式 那你現在要想像它是一台實體機 對不對 好 那這台機器呢 我們抓到之後呢 我們就要先去看一下 在IQN起動器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探索它就連線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硬碟 裝置裡面的是不是有兩台 是不是沒有 基本上呢 你如果等一段時間 它就自動幫你連線 那你說等不及怎麼辦 很簡單就是 重新連線一次 中段 再連一次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裡就有兩顆 對不對 好了按一下確定 那我們呢 連線的部分已經招到兩顆了 當然我們最重要是那20G一顆就可以 再來我們是不是要到我們的 電腦管理裡面的赤列管理 電腦管理 好點擊我們赤列管理 好 這個5G我們就先不要理它 我們來看一下這20G 對不對 我們要做什麼 連線 對不對 再來做一個什麼 初始化 然後選GPD 按下確定 再來是把這個20G的按下Formate 格式化 對不對 全部給它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磁碟代號 對不對 喔 那當然 還記得磁碟代號的用意吧 兩台機器是不是要一樣 我們現在是一台嘛 所以你怎麼設都沒有關係 知道吧 只要不重複 但是我們建議是什麼 從D 不要用 對不對 E以後開始 啊你可以用 從後面 讓我們叫EF 從F槽 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你只要設定了 磁碟代號就可以 好啦 這個名稱呢 我們可以自己設定一下 他是00 00 先 讓 Dash 我們是不是可以知道我連到的是讓2 喔這個呢 磁碟的一個磁區的標籤 按下確定下一步 完成 好 這個磁碟 就零線了 好 那我們就好了之後我們就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要看一下檔案總管 是不是有一個F槽 這個就是一顆磁碟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磁碟是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網路上的這一台Storage上面 是不是這個位置裡面 他不是在你本機 喔你管理者你要知道放什麼地方 所以你要有用一些文字來做標記 你要自己去標記他 甚至於呢你可以在這邊寫 當然你要把這個名稱改成IP 再加後面都沒有關係 只要他符合他的文字 文字限制語 語內都可以做 但是你可以標籤自己知道一下 好啦 我們磁碟 這個磁碟是不是很像你在你的實體機裡面放一個硬碟裡面 放下去 一樣的意思 你在使用上沒有任何的 特殊 他就是連線好之後使用上 就是說呢跟平常的硬碟應用的方法一模一樣 那我們要把 我們的 這一個 A 是不是要放到我們的 剛剛那一個F槽 對不對 那當然你的做法怎麼做 當然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教別的功能 我只能做什麼 複製貼上嘛 對不對 或者說把這個刪掉 對不對 是不是都一樣 我現在來做一個最 原始的方式 最原始的 第一堂上課的 我把這個呢 刪除 刪除 刪除虛擬機器 檔案是不是還在 但是你刪除之前你是不是要先知道一下 這個檔案放什麼地方 對不對 但是我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說不再看 知道吧 好 那因為我們之前有做過 副本伺服器 所以他的有backup的位置會跑來跑去有沒有 所以他路徑不一定是在你指定的路徑 所以稍微要看一下他在什麼地方 好 知道了之後呢 好我們來把這個虛擬機器按右鍵走在刪除 好啦刪除了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開檔案總管 剛剛那個檔案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在 C巢裡面的 這個HyperV的Backup裡面的Replicate裡面 的這個Vodicart Disk裡面的這個序號裡面的A在這裡 很複雜 對不對 那我要這個檔案呢 我做什麼 我直接剪一下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好 剪一下放到F槽 先讓它Copy上去貼上 等一下我們再來見資料講 這是最原始的方式 對不對 你就讓它Call 就把那個硬碟檔是最重要的 我們一直在提到虛擬機器是最重要的硬碟檔 設定檔不見了可以重家 硬碟不見了就沒得救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我再把它Call過去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就Call過去就好了 那現在呢 剛剛讓各位做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不會跟我搶頻寬 現在大家跟我一起做 頻寬就被搶過了 大家一起搶就變慢了 這樣知道嗎 好 我們讓它跑一下 我先暫停一下 好 我們Call完之後 我現在是不是放在F槽 那我們 讓各位練習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齁 你正在Call就不要做 就看我的齁 我們是不是都習慣要建一個 資料夾 對不對 是HyperV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不是要把檔案 放在我們的 Vorgia Hard Disk 我去找一下 這個Vorgia Hard Disk的資料夾 對不對 我去F槽去把它建起來 因為我要打字嘛 對不對 按右鍵 是不是新增一個Vorgia Hard Disk 資料夾 對不對 但是這裡面是不是還要再建一個什麼 電腦名稱 對不對 Copy 名稱嘛對不對 對不對 再回到裡面 是不是按右鍵新的資料夾 好 是不是把這一個Vorgia Hard Disk 放到裡面去 是不是我們的檔案要放在這裡面來 這是我們前面講的規則 對不對 放到指定的位置嘛 好 所以呢 你看我的檔案 是不是在最外層 對不對 我把它剪下 在同個磁碟裡面 剪下貼上是很快的 好 貼上 是不是就掛到這邊了 所以我們最後的檔案 當然是要放在什麼地方 是放在我們的 F-X的 Hyper-V 電腦名稱的 Vorgia Hard Disk 放到這個位置 這裡 好 我先停到這邊 好 那我們中段一下這一段呢 我們來 來我們中間呢 各位在Copy當中的時間 我們讓各位來看一下 如何去新增一個IQN 好 這裡呢 當然各位你的權限是沒有的 但是呢這個功能的意思是 我們是不是在Windows Server的 IQN目標伺服器 有跟各位介紹過 對不對 所以新增 哪一台電腦可以加進來 那我針對呢 我們講說呢 1號這個同學 0601對不對 我針對他 我是要點他的host 第一個 這裡主要選 host 主機 在這個位置 然後選擇我要的 那一個 Domain 裡面的那一台電腦 Domain裡面的這台電腦 裡面的主機 那這個主機呢 是可以連到這個system的 對不對 所以這是這一台電腦 可以連到這個位置 裡面的這台電腦呢 裡面有一個IQN 可以連進來 那可以連進來 就可以連到我這台主機 這台storage上面 所以我針對這一個 主機的名稱 電腦名稱按右鍵 可以去編輯它 因為我不是新增一個 我是在編輯 因為在這裡面是新增IQN 所以我不是新增電腦名稱 我是電腦這一個區塊 裡面有另外一台電腦 所以我要是編輯 那編輯的時候呢 裡面的資料都是內定的 有沒有 然後我按下下一步 都不用去動它 按下一步到這個地方 它目前是不是只有一台IQN 可以連的 我們要去新增第二台 所以呢 我現在是給 1號是不是01-2 對不對 所以呢 那等一下呢 1號同學 你原來是不是01吧 是不是打到這邊 第二台的電腦 是不是要改成-2 對不對 這樣是要意思吧 好 我按一下assign 把它加進來 按一下finish 這樣就完成 所以第二個就加進來 所以呢 我現在要去做20次 讓同學的第二台電腦 就可以連進來 這樣同學是嗎 那這是你管理者要做的 這樣是要意思吧 那我這邊呢 是不是我現在每一台像2號 我要真的2號 這裡 你怎樣按右鍵 編輯 對不對 好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後呢 這裡 好 改成2號-2 assign進來 finish 就好了 3號 對不對 我是這樣來做 以此類推我把全部做完 這樣懂的是吧 這個就是呢 你要讓第二台電腦可以連進來的時候 你要加的IQN的方式 是assign進來 好 這是3號的-2 好 要加進來 好 那我後面我就繼續來做這個部分 好 那各位呢 這個部分就讓各位知道一下 怎麼去新增IQN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回到了 我們剛剛的這個 這台機器裡面 好 好我們繼續呢 回到呢 我們剛剛的地方 對不對 各位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的檔案已經都存放到我們的指定的F槽 Hyper-V的Server-A的Virtual Hard Disk 這個資料夾 所以呢 我們這個虛擬機器 在我們的Hyper-V裡面 是不是要新增虛擬機器 讓這台機器A能夠工作 我們是要新增 虛擬機器 對不對 下一步 那名稱是不是叫Server-A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名稱Copy一下 不要自己打 知道吧 這台名稱是不是叫00Server-A 好 把它貼上 這裡是不是要打個勾 但是這裡是不是要改地方了 記得 記不記得 這也是要改的F槽 但是我的是F槽 你的不是F槽 知道吧 懂事吧 所以你要找你的這個Hyper-V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我的是在F槽 在這個地方 F 裡面的 對不對 Hyper-V這個資料夾 好 這個呢 這是你的路徑 你如果這裡還是寫C 就一樣放在C 知道吧 好 好 那再來呢 第二代 這個前面都已經講過 我們給它1024 好 然後呢 選擇虛擬動態記憶體 這裡呢 外部交換器 好 這裡是要指定到現有的 要找哪邊 是不是找F資料夾 F槽的資料夾 裡面的A Vodic Disk裡面的這個檔案 就是這個位置 對不對 這個檔案的位置在這裡 的路徑 找完之後呢 按下一步就完成了 好 那我來看一下設定 我們是不是之前都有教過各位 對不對 記憶體 我們把它做一個啟動上限 把它改成1024 CPU用一顆就好了 其他就不動了 對不對 按下確定 好 這台機器呢 你就可以把它做什麼 連線 當然速度會慢一點 來開機一下 你就可以讓它開 它的位置就放在F資料夾 知道吧 F槽的資料夾 那這台機器的IP有沒有充足到 你等一下要去檢查一下 知道吧 要去檢查一下 好 這個就讓它開機 這樣呢 你就把你的A ServerA的檔案 從C磁碟機 移動到Storage上面 這樣通常是吧 這樣通常是吧 好 這個等下開完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做第二個練習 再新增另外一顆硬碟 也是 不要20G 20G大家會一樣 你要給它一個25G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要把這個A 這個檔案 從F槽移動到另外一個Storage上面 就是移動嘛 從C移到F 跟F移到FGH 隨便你對不對 移到另外一個磁碟 用HyperV本身的功能來做 好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 這個地方 我們讓它先開機起來 好 開機起來之後呢 我們讓它能夠連線 開機起來 好 我先登錄一下 好 這樣呢 這個部分 介紹到這邊 讓各位知道呢 我們這台A 現在實際的位置呢 存放到什麼地方 存放在我們的網路的Storage上面 一個磁碟 放在這個位置 F磁碟 那F磁碟呢 在什麼地方 在F磁碟 那F磁碟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們的I-SKG起動器 你可以看得到 I-SKG起動器 裡面的連線 裡面有一個磁碟 自動設定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F磁碟 那F磁碟是連到呢 放在我們的這台主機上面 那這台主機的IP 是不是大家都不一樣 對不對 當然是因為我們有個POD 基本上會一樣 這樣知道吧 那你如果怕一個斷掉 是不是要再新增第二個 我如果拿一個82.91 一樣是同一個位置 知道吧 它一樣能通 它看到要走哪一個位置 都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82.92是哪裡呢 那是不是就是我們的這一台Storage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裡面的 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 在這裡 20G裡面 所以它存放到這個裡面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好我們來看看這台機器 先放在這邊給各位看 這是裡面的機器 好 在這邊 這台是裡面的虛擬機喔 正在運作當中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設定一下IP 讓它能夠 對外能夠通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設定 好 這個張姐先介紹到這邊 好